住在泰姆山镇的最后一天 我去了宁德霞浦县的杨家溪 这里位于泰姆山西南侧 在镇上可以坐巴士过去 景区附近的环境基本都是两侧是高山 山谷向北侧绵延数公里 相传北宋名将杨文广 曾在此平定南门十八栋之一 这里沿着西流向北 还有赤溪和九里溪景区 听司机说 里面的景区项目更多一些 设施也更好一些 沿途的公路也都是在山谷的高山上修建的 坐车的时候风景很好 这里山顶有玻璃栈道 半山腰还修有水滑道 山谷下面是西流 夏天水量充足的时候会更好玩一些 可以乘坐中华漂流 走一走这里古老的石桥 岸边选一处河滩停下来钓鱼 玩水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河滩水很清澈 而且好多鱼啊 除了鱼以外 这里的沙子里还有很多小可 河滩水 不得不说这里的生态环境真的太好了 我可以在这里玩一整天 离开的那天 在府顶车站吃的海鲜面 不得不说真的太实惠了 15块钱 里面有两只石蟹 三四个海猴 我真的太喜欢福建了